严冰云这时候才抽了空 对费戒行为一礼 同时表示了感激 这一年礼的疗伤 费戒还是帮了他不小的忙 陈平平冷漠说道 当初准备是让你和范仙互换一下 让你先把一处理着 不过看最近这事态 要有心理准备 严冰云微微一惊 不知道要做什么准备 范仙不能被怨无拖住太多心思 汪七年回京之后 不是在一处 就是会死气白癌的 你还在范仙身边 你在四处里寻个得力的人 准备接替你的位置 严冰云隐隐猜到了什么 却不激动 只是点了点头 我退后 你要帮助范仙把位置坐稳 陈平平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 竟似像是在脱姑一般 他这个人就算当了院长 他也不耐烦做这些戏物 等你做了提斯 你一定要帮他处理好 严冰云沉默着单膝跪地 抱拳道 是 陈平平看着他 翠介也在一旁看着他 半赏以后 老脖子轻声说道 天下人都以为范仙是检院以来第一位提斯 但你严家 一直在院中做事 当然知道以前也有一位 而你将是检察院检院以来第三位提斯 记住这一点 这是一个荣耀而危险的职位 严冰云感到一股压力压住了自己的双肩 让自己无法动弹 那天很快到来的 我让你自自细细听明白下面的话 是 我愿第一位提斯的出现 是为了监督我 陈平平很淡漠地说着 一点也没有不高兴的神色 当然 他有那个能力 所以他的提斯身份最为超脱 平日里也不这么管事 不过虽然他现在不管怨务了 然后若有机会看见他 不论他吩咐什么事 你照做便是 严冰云此时没有直接应试 反而是沉默了半赏以后说道 哪怕与旨意相违 陈平平睁开了双眼 眼中的光芒像一只石牙上的老鹰一般 锐利无比 两久之后 他冷然说道 是 严冰云深深地呼吸了两次 压下了心中的一丝疑惑与不安 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 提斯的腰排在小范大人身上 我们都叫他五大人 当然也有人叫他老五 不过你没有资格这么叫他 只要他在你的面前 你自然就知道 他是他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见到他就知道他是他 这是很傲口玄妙的说法 但严冰云却聪明的听懂了 他的存在 陛下则是握箭的那只手 如果那只手忽然不见了 监察院这把箭一定会成为所有人急欲斩断的对象 只是不知道那位五大人是谁 竟然可以拥有和陛下近似的威慑力 陈平平竖起了第二根手指 冷漠的说道 反负是本人是本人的讨厌宇宿的讨厌宇宿的那只手忽然不可能是他 先发疯了 要不顾一切的隐忍下去 哪怕是忍辱 偷胜 被去求全 也无必要将这个院子保住 就算明面上保不住 但那些我们一直隐在暗中的网络 要保留下来 严冰云终于再难以伪装平静 他满脸惊骇地望着轮椅上的老人 因为老人关于三刃提斯的说法 明显有些相抵触的地方 尤其是那位武大人与他的任务 如果武大人没死 监察院便不会倒 那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更何况老人家说的是如此严重与悲哀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院长大人预测到在不久的将来 不是那位武大人会死 就是有一股监察院远远无法抗衡的力量 会自天而降 比如握着这把剑的那只手 很轻松地松开 让监察院这把剑摔入黄泥之中 这是 陛下为什么会对付监察院 院长为什么像是在脱沽 严冰云一向聪慧冷静 然而此时也不免乱了方寸 根本不敢就这个问题深思下去 也根本不敢再进行进一步的询问 他不知道轮椅上的那位老人会做什么 也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大事 而那件事情会怎样的影响着所有人的人生 你说为什么世界会有监察院呢 陈平平的话像是在问严冰云 又像是在问自己 严冰云眉头皱得极紧 脑子里其实还停留在先前的震撼之中 院长大人对陛下的忠诚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陛下对院长大人的恩宠 更是几乎乃亘古未见之殊荣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了陛下 严冰云下意识里开口说道 但却马上闭上了嘴巴 我希望亲国的人民 都能成为不羁之名 受到他人虐待时 有不屈服之心 受到宰恶侵袭时 有不受挫折之心 有不正之事时 无恐惧修正之心 不像柴虎贤媚 陈平平忽然哈哈笑了起来 严冰云太熟悉这段话了 所有监察院的官员 都是看着这段话成长起来的 因为这段话一直刻在 监察院前的那个石碑上 金光闪闪 惊年未退 落款处乃是三个字 叶青梅 而如今的天下都已知道 叶青梅便是当年叶家的女主人 小贩大人的亲生母亲 其实这段话后面还有两句 只是从他死后 都没有人来敢提 你回家问问洛海 他会告诉你 这两句话是什么 是 严冰云心中纵有千言万语 也只化作了这么一个子 小颜公子坐着马车 急匆匆地赶回了颜府 一路上不知道是天气太热 还是内心深处太过惶恐的缘故 汗水湿透了他那一身 永久不变的白色衣衫 满脸凝重地进了书房 书房之中 已然退休的颜若海大人 此时正与一位姑娘家对坐下棋 棋子落在石瓶之上 并没有发出太多的杂音 那雅光棋子 却透露着一股丽莎之意 看见颜冰云进了屋 察觉到儿子今天的心思有些怪异 颜若海向对面温和一笑 沈小姐今天心思不在棋上 前任北齐锦衣卫指挥时 沈仲唯一活下来的女儿 逃到南庆的沈大小姐窘迫的一笑 起身对颜若海行了一礼 又关切地看了颜冰云一眼 缓缓地走出书房 出门之际 很小心地将门关好 颜若海看着儿子 轻声说道 出什么事了 颜冰云沉默片刻之后 便将今天在监察院中 陈院长的吩咐说了一遍 颜若海疼爱地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小贩大人 肯定是要做院长的 他的精力日后要放在朝中 具体的愿务 肯定需要有人打理 你这些年吃了不少苦 也为朝警做了不少事 虽然在我看来 还是年轻了一些 不过 小贩大人如此信任你 你做院中提私 可要好好帮助他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 范贤对监察院日后的安排 都是异常清晰的 范贤在监察院内 除了自己的起年小组 最信任的就是颜冰云 他对颜冰云的安排 并不怎么令人意外 不过 为什么会是提私呢 你的资历 你的能力 都还差得很远 你又不是武大人 您也知道 那位武大人 为父在院中的年头 也不浅了 不论怎么说 这也是件好事 门没有光啊 为什么你如此愁苦 那段话 后面的两句是什么呢 那是两句 很大逆不道的话 无论是谁说出来 都是会死的 当年 曾经有人说过那句话 所以就连他也死了 不要想太多了 院长大人 对陛下的忠诚 不用怀疑 我看他老人家担心的 只不过是 陛下之后的事情 所谓忍辱负重 自然是指 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保存自己的实力 一代后日 或许 你要成为 卖主求荣的阴贼 万人痛骂的无企之徒 这种心理准备 你做好了没有 阎兵云并没有回答父亲的话 只是异常平静地问道 父亲 如果 我是说如果 让你在宫里与院里选择 你会怎么选择 选择的是什么 不言而喻 阎若海用一种好笑的眼光 看着自己的儿子 叹息道 傻孩子 我自然是会选择院里 如果老院长大人 对我没有这个信心 又怎么会对你说这么多话 阎兵云苦笑了起来 没有想到父亲竟然会回答得 如此简单明了 他沉默了片刻以后 很平静地说道 我是您的儿子 所以 那种心理准备我也做好了 委屈你了 孩子 阎若海忽然无头无脑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 对你来说 那么多部分人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 这种心理准备 你这种心理准备